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困境是人生的加分题 宏基电脑栋事长陈俊胜 当年离开一年 获利上千亿元的 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选择加入当年 亏损逾200亿元的 宏基电脑时 许多人都委婉地 用烫手山羽来形容 但陈俊胜却说 毁灭是重生的第一步 而当惯性思维被移为平地 陈俊胜的第二步 是进行他口中的 部队重新集结 也就是重新拟定策略 因此他要求每当有突发事情发生时 最快要在两个礼拜内 走完三个城市决策 接着他就会不断要求前线回报 执行状况 借此判断方向是否要调整 就这样他不断地打破惯性 重新定策略 滚动追踪执行状况 最终缴出十年来最佳的获利表现 陈俊胜说当时他只能就 用红机电脑现有的资源 去思考公司手上有什么 我们会什么 以及可以拿这些资源去做什么 陈俊胜比喻 这就好像你发现冰箱 只有一颗鸡蛋 就要去思考 可以煎荷包蛋呢 还是番茄炒蛋呢 还是只能生丝呢 一直去想资源可以怎么用 而不是一直想问题有多大 而因为这样的坚持 使得现在红机电脑旗下的产品 以及扩大涉略到能量饮料 空气清新机 服饰包带 净水器 使得他们在业绩市值 组织文化与过去 也有着天壤之别 亲爱的朋友 要思考有限的资源 可以怎么用 而不是一直想着问题有多大 故事中的陈俊胜 从接手红机电脑后 虽面对到许多的困难挑战 但他不断地透过 现有的环境条件 而且打破惯性想法策略 为公司创造家机 圣经里有一段话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上帝执意被招的人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益 所称为益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句圣经的意思是 每一件事都帮补 叫爱上帝的人可以得着益处 每一个挑战 每一个困境 都是上帝为了让我们突破自我 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益处 亲爱的朋友 有困难来挑战来时 你是用什么眼光来面对呢 当我们选择用新的眼光来面对挑战 拥有破釜沉重的勇气 接受上帝这份特别的礼物 面对眼前的挑战与困境 那么就能经历上帝在当中 使每一件事都互相效力的恩典 今天上帝要来祝福你 上帝爱你 上帝为了要让你享受更好的 更丰盛的未来 使你的人生即使面临到挑战 人可以因着相信 不看环境 不看问题多大 而是看见上帝在当中的美好预备 勇敢面对挑战吧 当你拥抱挑战困境时 这些挑战就会成为你的祝福 并成为你人生的加奔题 他们经过流泪谷 将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